所以真正會在這個新聞底下 有沒有 真正會受惠的人是誰 就是做這個冷的第二個客戶家洗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個結論 到底洗冷氣可不可以年薪五千萬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不可能做得到啦 那網路上那些新聞媒體會說可以到達五千萬 其實它是引用別人的文章啦 那一個寫文章的人 他說他有認識 年賺五千萬 不是沒有辦法達到 但是你一萬家也沒有一家啦 我只能這麼講 但是說真的 你兩百多萬 一百萬年薪 倒是還是有可能的啦 那那些媒體之所以會下這種標題 純粹就是要流量啦好不好 那其實當很多人會看到這種標題啊 他就會有一種想法 哇 那趕快加入這個洗冷氣的行業對不對 我就比喻一下 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金牛角麵包跟蛋塔 你如果是那個七八年級生應該都有印象啦 其實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他們就是在幹嘛 就是在割韭菜 所以真正會在這個新聞底下 有沒有 真正會受惠的人是誰 就是做這個冷氣教學的啦 你看就會有很多人看到這一則新聞 之後就趕快去報名學清洗冷氣 因為剛好冬天了嘛 所有的冷氣業者齁 他們安裝冷氣的按鍵量開始減少 那因為也是冬天的關係 我們洗冷氣的量也開始減少 所以這一些會洗冷氣的店家呢 他就開始幹嘛 要吸收大量的助人有沒有 都一起來洗冷氣 殊不知你們用罐頭的方式 製造了大量罐頭技術人員 就會變成這些罐頭技術人員賺不到錢 所以其實這些罐頭技術人員他就是什麼 被割韭菜的那一群人好不好 其實說真的啦 這一些新聞媒體他們其實也是 幫忙割韭菜的一個幫手之一啦好不好 那我就有群組認識的一些冷氣師傅 他就有講說他當初也是去參加那一種 冷氣教學怎麼洗冷氣怎麼洗洗衣機有沒有 那付了一筆費用出來發現說大家都一樣 他根本就接不到案件你知道嗎 最後他還是因為看我自己的影片之後 慢慢的去研究 才變成現在他的月收入有高達十萬塊 這個是真人真事喔 不是我好小 不過他最高也就十萬塊而已啦 因為畢竟只有一個人嘛 所以說真的你年輕百萬 其實基本上都算是OK啦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想想看你從罐頭業者學到的罐頭技術 那大家都長得一樣我憑什麼要叫你洗對不對 應該說每個店家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不可告人的技術 因為說真的外面在教那種洗冷氣的課程 大概一天或者是上個兩天你們都學會了啦 那我說真的 我自己教一個師傅齁 真的教到粗師齁 我總共教了七個月啦 這七個月裡面咧 我還利用兩天工作的時間 整天的去做練習 有問題就直接問我 我是這樣子喔 交了七個月喔 所以這種的技術含量跟你那種 罐頭業者交出來的技術人員的技術含量 當然就不能比嘛 再來就是因為在洗冷氣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會伴隨著一些問題 像剛剛我們就遇到了它的冷氣 因為安裝舒適的關係 所以導致會漏水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冷氣師傅嘛 我可以在洗冷氣的時候 如果可以順便幫你解決 我就幫你解決 因為你是花錢來請我洗冷氣 不是花錢來請我去修理漏水 去修冷氣 了解意思吧 這個是兩碼子的事情 所以你說到底可不可以年收五千萬 我說真的 以台灣來講啊 用騙的比較快啦 怎麼騙很簡單嘛 我會洗冷氣對不對 我就教你一套隨便洗冷氣的方式 我一個收一萬 我一天就結束 那我是不是一個收一萬 我一個月收多少錢 所以可以年薪五千萬的洗冷氣的公司 因為它那個標題上面是寫 一個公司有十個冷氣師傅下去做 一年的年營業額有五千萬 它上面是寫這樣子 營業額 其實它這個有伏筆 你知道嗎 它應該不只是單純洗冷氣 它應該有安裝 對啦 如果你加安裝的營業額 不是盡力的話 五千萬那當然沒問題 它如果加那個 因為冷氣的金額比較大嘛 對啊 動輒都三、四十萬 對啊 還有上百萬的 上百萬的 那五千萬合理啦 那五千萬小小咖而已啦 對啊 那合理啦 營業額 要不是盡力 不要認為洗冷氣有多好賺 你們就只是那一些 教洗冷氣那些冷的韭菜而已 好不好 這一支出話又要被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不對的 麻煩在下面留言 打我的臉好不好 我可以給你一支影片的機會 去證明你洗冷氣 真的可以洗到五千萬 如果真的要洗到五千萬 其實不是不行啦 那些連鎖店應該是有啦 我認為那些連鎖店 那個HoHo啊 那個應該是有 可是它們是全台灣 它是全台灣 而且它的師傅很多 對 對 所以你說十個要洗到五千萬 我認為不可能啦 但是你如果說 五十個要洗到五千萬 那可以啦 對 哈哈哈哈 反正 如果你是這一波 看了這個新聞 有心動想要學洗冷氣的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有可能會成為 那一波教學洗冷氣的人 的韭菜喔 好不好 哈哈 不要怪我沒有告訴你喔 如果真的有信心 那我們也可以做做看 歡迎加入洗冷氣的 年薪五千萬的大家庭 OK 那有想要罵我 覺得我說的不對了 趕快下面留言 好不好